你看我衣服好看 超好看 这种反光面料 穿起来好未来 好酷炫 大家好 今天欢迎回到我的 12月特辑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视频 是我的香水合集 那么 我就简单给你们看看 我其实香水有 非常非常多 这个大袋子装满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这一支 他们今年还是蛮火的一个系列吧 是那个茶系列 我买的这个呢是乌龙茶 我对它的第一直观感受 就是它真的好大好多 哪里洗澡都可以了 根本就是至少在一两年内 是喷不完的 我挑五个那个茶系列的那个香水的话呢 我每个都闻了一遍 只有这个给我的感觉 我是比较喜欢的 这个它其实 乍一闻真的没有什么 茶的感觉 但是你仔细闻 会带有一丝乌龙茶的苦涩在里面 还带有一点那种 奶油香气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它取名叫乌龙茶 真的好像有点 不是那么合乎它的主题 嗯 但是总体来说我还是蛮喜欢这个香水的 嗯 不过它这瓶子做的还是蛮有那种质感的 是那种四方柱 然后稍微有点欠进去 边边角角做出来 凸出来一点点的那一种 嗯 无论从包装 哎呦老师把口供蹭到那个瓶子上面 无论是它的包装 还是它的香气呢 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小清新 可能就不太适合说晚上出去玩 然后中美容家有个很致命的那种问题 就是它们的流香时间是很短的 包括这个在纽特的流香时间都非常短 嗯 就衍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么大一瓶香水 你是不可能带出门去补的 所以你只能说 呃 出去的时间比较短 比如说五个小时 三五个小时之内的这段时间的话 呃 你还是可以喷这个香水 久了的话 要补还是挺麻烦的 我们讲到第二瓶 周美容家的香水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在周美容家的香水当中 算是比较喜欢的系列了 这个是15年吧 对15年的一个夏日限量 它是桂花香气 Boss Memphis Blossom的 那么这种 只要是透明瓶子 它的流香时间都比较短 但是这个非常清新 比较不一样 就是没有那么重的花香味 会有一些比较轻盈一点的 那种很夏天的感觉 但是就是这种比较特点的东西呢 就限制了它的使用时间 除了夏春夏的时候 其他季节用这个香水 都会显得你太过于小夹子气了一点点 嗯 嗯 嗯 那么接下来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最早买的一个 周美容家的香水 就是这个 Puny & Blush Suede 某单和 Blush Suede 是什么呀 这个香水就是很明显的一种 妖艳见惑感 非常浓 如果不喜欢香水的人的话 或者说是不太喜欢这种香调的人的话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呛 那么 某单一般在对我们的印象来说 是比较雍容华贵一点的 它的话 嗯 它是一个蛮冲的 很冲的那种味道 我不是一个很善于形容香味的人 我就非常直观的给你表达一下 这种 这每个香水给我喷的那种感觉 基本上是我在他们家里最喜欢的了 这已经是我回购的 这一支是Red Roses 传说中世界上最好闻的玫瑰香味 它这个玫瑰香很特别 除了有玫瑰的味道 你还能闻到一丝丝那种荔枝 荔枝 荔枝果汁或者荔枝酒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小清新 就是在平时不怎么化妆的时候 喷它也不会显得太过于突兀 但是如果像我现在这样子 穿的比较 嗯 反正就是不是小清新的一个挂的时候呢 你要用它就会觉得 诶 怎么感觉怪怪的 好像跟你人不太搭 这个香水的话就非常女喜欢 非常非常的 嗯 然后 它的话呢 嗯 就 我觉得是一年四季用都可以 但是的话 呃 可能局限 局限的人 或者说局限的风格比较大 因为它的话就是比较适合小清新 你稍微打扮的略微妖艳挂一点点 或者你稍微打扮的略微酷一点点 你用这个香水还是会显得蛮突兀的 不过呢 如果你喜欢玫瑰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需要收的一个香水了 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我新买的一个香水 这个的话呢 好像是只有在伦敦那个 Ragin Street那家店才能买到的一个味道 是Iris and the Lady More 它的味道就很像那种婴儿爽生粉的那种很 很稚嫩的气息 那么花香味呢 有但是没有那么重 它就是一种脂粉气息很重的一个香水 就给人家一种稍微有点点养尊处优的感觉吧 所以也是那个局限的风格会比较 就是对风格的局限性会稍微的大一点点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会可能不喜欢太娘 或者不喜欢太女性化一点的话 会风格上面混的一些比较娘面平衡 或者说比较中性一点的搭配 这个的话会显得这个人的脂粉气息 过重了一点点 但是我是因为从小特别喜欢婴儿爽生粉 所以我觉得闻着这味道 好喜欢真的好喜欢 Jo Melon家的下一瓶呢 就是这个黑瓶的 黑瓶的这个呢比起普通的Clone 它是这个系列就是Clone Intense 就是它的香味的流香时间会比较久 但是它说的比较久 也没有真的比一些外面的沙龙香或者古龙水 或者说比较重的那些香水的话 要能比 它就只是比起Jo Melon家的香水 我稍微的好一点而已 那么我买的味道是Tuberose Angelica 它们也是没有卖小瓶的 只有这么大瓶的卖 那么它的确就味道比较重 因为它的流香时间比较长嘛 它比较像是桂花香气 我说的是新鲜的桂花的香气 以及有点香气那种夜来香的那种花 这瓶香水它处理的比较妙 比较委婉一点 所以那个香气的感觉就是稍微的会委婉一些 它的味道呢又不会说特别冲 它只是在这种清香的那种味道上面加重了一笔 就可以让它流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所以这瓶也是我用的会比那些其他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那种脂粉气息在里面 那么讲到最后一瓶Jo Melon的香水呢 就是这一瓶 这一瓶呢算是我买回来之后就很喜欢它 但是我喷它也是比较注意的 因为它是个限量版已经买不到了的 这个味道叫做Carrot Blossom and Thin Nail 是之前一个好像四五月份那会儿的一个限量版 那么它的味道就很特别 真的就是有那种胡萝卜的香气 我不知道虽然说虽然说你乍一闻 你会觉得胡萝卜有香味吗 但是胡萝卜花是有香味的 那么它的它的话呢就是把胡萝卜的那种泥土气息给减弱了 然后加了另外一种香味 其实我很熟悉 但是我一下子说不出来是个什么感觉 所以我再闻一下 有点闻不过来 其实生活中经常能闻到 但是一下子想不起来是什么味道 比较没那么魅俗的那种味道 然后加上一个减弱了泥土气息的胡萝卜的香气 你这样子单纹会要再清新再弱一点 所以就是有一种很少女很邻家女孩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这次才买的一个李先生的花园这个香水 好像是他们花园系列的香水 它呢有点点酸 但是又有花香味的味调在里面 还有我之前形容它会带有一点点发票帘的味道 是真的有 就是你闻到这味道 给我的第一感觉 就想起那种国内百货里面打印的那种 发票帘的那种味道 但是它不会使我头晕 因为那发票其实闻了我非常非常的晕 它就有一种那种雨后花园里面 微弱的泥土加上那雨后的清新感 然后又加上那种花园里百花齐放的那种香味的感觉 我买回来的话还是用了一点的 但是不是用的特别特别的多 因为真的香水太多了 因为我跟我室友两个人的话 对于香水的品味可能有点点的不一样 那么我这么多香水里面没有几支 它是非常喜欢的 那其中这一支就是我这么多香水里面 我朋友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支香水 就是这个橘绿 我觉得橘绿是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香水了 我 它可以闻到很清新的那种 非常spotty的那种感觉 就有一点点那个柑橘的味调在里面 但是又不会过重 又不会说一粉就是一颗大橘啦 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点点绿茶feel 还有一点那种洗完澡之后的那些清新感 那么这瓶香水的话呢 在我平时就打扮的比较休闲 比较spotty的时候 我会很爱喷这瓶香水 但是如果是我打扮的稍微正式一点的话 我就喷这个香水 或者说我打扮的比较稍微女性化一点的话 我再喷这瓶香水 我就会觉得有点可能有点太混搭了 不太符合我的总体look这样子吧 但是这瓶香水真的很好闻 而且我发现艾玛世家的香水的味道不会俗 不会有那么重的脂粉气 然后也不会给人家这种非常艳俗的感觉 我觉得比较偏艳俗的这种 或者说脂粉气比较重的这些味调的香水里面 我还是觉得Dior的真我和Chanel的No.5是做的比较好的 你一闻就觉得比较脂粉气 但是你又不会讨厌这种脂粉气 下一支就是我最后一支艾玛世家的香水 而且也是我最为喜欢的一支 就是这个大地 你看这些全都是我一个人用的 而且我这个是在八月份的 七月底八月份那会儿买的 我用到现在已经用掉了一半了 第一它的设计呢很好 它这个不是说拔下来的 因为拔出来的那种香水盖的话 其实如果你有时候东西用的比较杂乱的时候就很容易掉 它这个是这样子拧下来的一个 第二就是它的它的设计 表面的话它上面写的这个爱马仕大地的名字 但是问题是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你能唯一分辨它是爱马仕的就是底下 它的那个底座就差不多是一个H的形状 或者你要这样子看说它是个I 我也好像没有话可以说 那么这个香水呢就是无疑是我这半年最为用的最为最为多的一个香水 想不到用哪瓶香水我就用它 它呢味道非常的中性 它其实的话按讲道理来说 它应该是一瓶男士的香水 但是无论我穿的很妖艳 还是我无论我穿的很女性的话 我喷它都不会出错 这个香水我平时撞的话都很尴尬 都是跟男生撞香水 所以很好玩 而且前阵子我跟别人去逛街逛那个All Sets 然后进去逛了一圈之后 我对所有人都没有留下印象 我只对他们一个男店员留下了印象 因为我在他身上闻到了大地的味道 而且那个男的还长得挺帅的 OK我又跑题了 就是Joel Loves 我之前是买过他们家一个香水 后来我卖掉了 因为那个香水用久了之后 虽然我也是挺喜欢的香水 但是用久了之后 就觉得好像失去了一股新鲜感 那么这个香水呢 是他们家的Shards of Cheddar and the Red Fine 相信你们也在 如果有看这些视频的话 你们应该看过蛮多次的 这个香水的话 就是给人家一种沐浴后的香气 就纯纯的沐浴后的香气 它跟我形容是说带有一点点辛辣感 但是辛辣感不重 但是我闻的话 真的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 我闻的话我就觉得 它纯粹就是那种 比较偏男性化的沐浴产品 你洗完澡之后出来的味道 完全是那种味道 而且就有一种Sun Kids的感觉 就是被太阳照拂过的那种感觉 那么大地就有一点 稳重男人的感觉 那么这个就有一种 那种清新阳光 小男孩 阳光少年的那种感觉 我两瓶都非常的喜欢 这瓶你们应该也不陌生 就是这瓶Porn Fold的Cafe Rose 这瓶也是一个 呃我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 很喜欢的香水 那么这瓶香水的话呢 呃因为它瓶子很黑 你看不到 我已经用了超过一半了 那么这瓶香水就是 我基本上晚上出去玩 80%的时候 我都选的这个香水 因为它有那种 比较封城的气息在里面 我觉得这听起来很怪 是因为它封城 所以我才喜欢晚上带它出去吗 不是的 它是既带流很高贵的感觉 但是还有带有一丝封尘 或者说风情在里面 它虽然说是Rose 但是它的全名是Cafe Rose 所以 那它的Cafe的味道 会比它Rose的味道要大很多 就会一个比较有腔调 浮想出一个 类似于 穿着Sauron的 吸烟装的一个女性的感觉 就是 还带有一丝非常 细微的皮革和烟味 就感觉 非常酷炫的一个味道 你要说它完全是女性化也不是 你要说它中性也不是 它Definitely是一个女性的香水 但是它里面混杂的那个 稍微小中性的那种味道呢 又是很诱人的 就是有种神秘的女人 让你捉摸不透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这个香水给我的 feel 我超级喜欢这瓶香水 噴完了 我是绝对会再回购的一瓶香水 沙龙香呢 我就只有两支 一支就是刚刚的那个Tom Ford 然后一支就是这个Dolce & Gabbana 其实买这一支 还是有点小故事的 因为它们系统上的话 这一支名字叫做Velvet Rose 跟我当时选中的Velvet Love 是在它们的系统里面是同一支 所以我本来是要的Velvet Love 它们给我拿成了Velvet Rose 太玫瑰太甜美了 就像是一个 就是穿着非常漂亮 粉红色巴比 彭彭裙的那种女孩 在你面前串来串去 比较不适合我平时一贯的作风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香水我不是那么喜欢 但是因为我当时喷了两次了 我才发现它给我拿错了香水 就没有办法再退回去给它了 就很尴尬 那么我就说那算了 只能留着用了 反正真的就是 它的玫瑰的味道呢 是比较富裕 留下时间也比较长 但是讲实话 它这个玫瑰的香气呢 又没有那瓶 Road Races那么好闻 所以我就 它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你要说我不喜欢它吧 也不是 但是我能用到的那个 机会比较少 你要说我很喜欢它吧 也不是 因为我当时选中的 就根本不是它 这一支呢就是 朗万的 Jean香水 然后它这个包装挺好玩的 它有一块这个蕾丝 它的圆包装就是这个蕾丝 把这个上面的字给蒙掉了 但是你是可以挪下来看 就是一个朗万珍妮的那个香水 这个香水就是我的香水入门 挺甜的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甜美当中 让我不太讨厌的一个味道 它的真的是非常少女 它的水都是偏粉红色的 它这个味道呢 就是像一个十六七岁的 小姑娘的那种味道 所以说如果是你们都 没有开始买过香水 然后年龄也不是很 就是没有到成熟的 呃 年龄的那种阶段的话 我觉得这个香水真的超级适合的 那接下来一支呢 就是 G凡西的香水 这一支叫做 Very Inversusible 那么这一支香水的话呢 第一 G凡西是一个 我早年最喜欢的一瓶香水 就是G凡西家的那个 暗夜天使 还是暗夜精灵 I don't know 就是一个三 就是黑色到透明渐变的一个瓶子 它的话呢 这也是我回购的一瓶了 我之前完完全全喷光过一瓶 但是因为之前我的学校呢 是在一个村子里 所以喷它的话很符合村子那种田园情调 但是我搬出来之后 我又买 就不是我搬出来买的了 这是我在村子里用完那瓶之后就买的了 但是我一直到现在能没有碰完 因为我觉得 现在我住伦敦的话 这个田园情调 跟我就是所处的环境有那么一丢丢的 不太接轨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衣服 就是能特别衬它的 所以我就只是把它留着 有时候当当空气清醒器 喷喷房间什么的 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吧 最后一支就是这个 这个是DKNY的苹果系列 我买的这个是金苹果 叫Golden Delicious 它就是一个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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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城市化 非常都市的一个香水 它虽然说是苹果 但是没有说特别重的果香在里面 是一个比较给你一种 金光闪闪 北上广深的那种感觉 懂了吧 好像被我吞进去了 有时候你穿的比较简单 你就需要一个比较 比较简单的东西来喷 那么我大多数香水的层次 还是比较厚的那一种 所以这个的话只是很单纯的 给人家层次比较少 然后也味道 味道也挺讨喜的 很少就是讨别人不喜欢 所以用起来还会 比较好 今天这个关于香水的视频就到此 结束啦那么我也要去洗洗水了 明天 再见 拜拜